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思考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因逃税指控被起诉的消息 这引发了对美国民主和法治的担忧 尽管这一事件可能带来资本外流和政治暴力等后果 但投资者目前对此反应冷淡 美国国债收益率保持稳定 股市继续上涨 接下来 我们将关注特朗普在纽约被判34项重罪的消息 这一判决在美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并吸引了全球读者的目光 德国 民进 杂志连续34次刊登标题有罪 而金融时报则指出这一判决将美国的政治体系置于审判之中 最后 我们讨论一下特朗普定最后美国更加分裂的局面 民主党人感到如是重负 而共和党人则誓言报复 特朗普成为首位被定罪的前美国总统 这使得美国进一步陷入内部分裂的状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Reuters Breaking Views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入了意大利前总理北鲁斯科尼 和其他政客的犯罪耻辱殿堂 尽管他可能再次当选 但对美国债务 货币或市场并没有额外的风险评估 尽管系统强大 被制裁的违法行为将侵蚀其稳定性 周四的判决 只是特朗普对美国政治体制施加的最新压力 国会山暴动终结了数百年来和平权力过渡的传统 自特朗普2015年首次竞选以来 社会极化加剧 尽管如此 投资者对这一最新发展不以为然 认为美国可以度过这场风暴 美国国债收益率几乎没有变化 特朗普传媒科技公司的股票仅下跌约5% 尽管面临历史性的动荡 美国失业率仍低于4% 暴力犯罪率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峰值 Foreign Policy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造商业记录 以掩盖向一位成人电影明星支付封口费的罪名 被纽约陪审团判定有罪 这一判决在2024年选举周期开始之际引发了政治震荡 德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这消息 许多报纸在头版大篇幅报道 英国的金融时报认为 这一判决将美国的政治体系置于审判之中 法国的世界报指出这一判决既体现了法治的活力 也预示了美国民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他国家如瑞士、波兰、西班牙、俄罗斯和中国 也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 反映出全球对特朗普判决的高度关注 Foreign Policy 特朗普的判决时 美国进入了新的政治和法律领域 民主党人松了一口气 共和党人则誓言报复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西·纳夫塔利表示 我们进入了新的政治和法律领域 双方都引用美国宪法作为他们最想保护的东西 民主党人希望追究特朗普的责任 共和党人则希望阻止所谓的违宪行为 随着特朗普被判有罪 共和党人可能会加快推翻司法体系的计划 并在未来的选举中将这一议程置于首位 无论谁赢得11月的选举 美国司法系统的不同观点可能会长期腐蚀 美国的民主 进一步引发盟友的疑虑和敌人的欣喜 外交家杂志指出韩国在向波兰出售武器方面面临着复杂的局势 尽管韩国国内对向波兰出售武器有着广泛的两党共识 但俄罗斯的外交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复杂化这些交易 韩国总统尹熙悦希望韩国在其任期结束时 成为世界第四大武器出口国 而对波兰的武器销售在这一宏伟目标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然而波兰的融资能力和韩国对波兰的信贷额度限制 使得交易进展困难 尽管韩国国会通过了法律修正案 以增加对波兰的财务援助 但未来的交易前景仍不明朗 此外 俄罗斯可能利用韩国政策精英中 希望维持与俄罗斯关系的愿望 来阻止韩国向波兰出售武器 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莫斯科对韩国与波兰日益紧密的防务关系表示关注 甚至认为韩国的武器销售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韩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在维持与波兰的防务合作 和避免激怒俄罗斯之间找到平衡 外交家杂志报道 台湾近期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反对一系列旨在改革立法权力的法案 以及这些法案在立法院的快速通过 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在一篇专栏文章中 对抗议活动表示不屑 并批评国际观察者对台湾政治的理解不足 国民党立委吴宗献引用了一项民意调查 声称57%的公众支持立法改革 但调查问题仅涉及是否支持惩罚官员 发表虚假声明 为询问公众对法案通过过程的看法 吴宗献还提到民进党立委邱易盈 在2017年强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但忽略了邱易盈次日为快速通过程序道歉 并重新开会的事实 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联盟 在法案二读前一天发布了新的版本 许多立委在投票前才看到最新版本 整个修法过程缺乏透明度和民主问责 新法案赋予立法院调查权 包括传唤普通公民并禁止保持沉默 甚至需要主席允许才能有律师在场 引发了抗议者对立法院滥用权力的担忧 欧洲商会台湾分会也警告其成员 新法案可能带来的风险 因为它允许立委要求私营公司的机密文件 尽管抗议活动被认为是非党派的 但国民党指责民进党煽动抗议 然而观察家认为高参与度的抗议活动 更多是出于对民主失衡的担忧 CSIS报道指出 扩大STEM 科学 技术 工程和数学 领域的少数族裔代表性 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优先事项 从2021年到2024年 联邦STEM资金对少数族裔服务机构 MSIS的支持显著增加 尤其是那些之前在支持少数族裔STEM 计划方面不活跃的机构 能源部 DOE大幅增加了 对MSIS的资金 从2021年的2680万美元增加到 2023年的1.525亿美元 国防部 DOD也几乎将其少数族裔劳动力计划的资金 从2020年的5080万美元增加到 2023年的9680万美元 这些资金用于支持更多的研究和设备拨款 并支持 DOD在MSIS的卓越中心项目 如塔斯基级大学的新航空航天教育研究和创新中心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在2022年也推出了新的计划 以增加其劳动力中的少数族裔代表 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是MSIS-STM项目的最大联邦资助者 每年向这些机构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 尽管这些项目显示了增加少数族裔STM代表性的重视 但如果资金不足 它们的影响将受到威胁 国会需要为这些机构提供必要的拨款 以确保这些资金计划有足够的运行时间 并不以牺牲其他核心项目为代价 外交官 本周在首尔举行的日本 中国和韩国三边峰会虽然恢复了五年未开的年度会议 但未能在分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峰会象征着三国在经济合作 地区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努力 但日本与中国的长期问题仍未解决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韩国总统尹熙月 和中国总理李强发表联合声明 确认将定期举行三边峰会 重点在于贸易投资和自由贸易协定 尽管经济合作被强调 但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问题仍然存在分歧 尤其是北朝鲜和问题和日本海上领土争端 岸田在峰会上敦促中国解除对日本海产品的进口禁令 但李强并未在会上解决这一问题 三国在文化交流方面达成一致 将2025和2026年定为文化交流年计划通过旅游和联合文化活动增加人员交流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欧洲央行 ECB计划下周开始降细 这标志着全球抗击疫情后通胀的新阶段 尽管欧元区通胀率接近ECB的2%目标 但前景仍不明朗 美国第一季度GDP增长被下调至1.3% 但消费支出和就业市场依然强劲 中国宣布了一项410亿美元的计划来解决房地产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上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 全球航运成本因鸿海地区的袭击事件持续上升 美国总统拜登与肯尼亚总统鲁托讨论了经济合作 特别是肯尼亚的科技部门和债务减免 中日韩三国在时隔多年后重启三边峰会 强调经济合作和供应链安全 据期财长会议决定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 支持乌克兰的防御 预计可筹集500亿美元 日本的长期通缩可能即将结束 但经济增长仍然缓慢 外交官中国商会宣布 中国政府计划对欧洲进口的大型汽车征收25%的关税 作为对欧洲调查中国汽车制造商非法补贴的回应 这一举动可能对斯洛伐克造成严重影响 因为该国是欧盟第二大SUV出口国 且对中国的出口高度依赖 斯洛伐克政府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但这一潜在关税可能会对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斯洛伐克的SUV出口占其对华出口的78% 而大众汽车斯洛伐克公司则依赖于对中国的出口收入 尽管斯洛伐克政府在改善与中国关系方面做出了努力 但中国的这一举动可能会迫使其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 中国如何在追求经济目标和管理与友好国家关系之间找到平衡 将是未来观察的重点 外交政策报道 本周在安提瓜和巴布达举行的第四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会议上 来自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官员与各国元首齐聚一堂 探讨全球气候变化对小岛屿国家的影响和应对策略 会议前夕 国际海洋法法庭 ITLOS首次裁定 各国政府应对导致海洋污染的温室气体排放负责 并应制定政策减少排放 虽然这一裁决不具法律约束力 但可能成为未来气候诉讼的先例 会议期间 巴巴多斯总理米亚莫特利批评现有的气候资金 对小岛屿国家来说微不足道 并提出了布里奇敦倡议的更新版本 呼吁改革全球金融体系 以更好的支持这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外交政策还报道了墨西哥即将举行的历史性大选 尽管竞选期间暴力事件频发 但现任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继任者 前墨西哥城市长克劳迪亚·谢恩鲍姆 在民调中一直保持领先 尽管墨西哥面临高水平的暴力 水资源短缺和电力中断等问题 但选民对现任莫雷纳党的经济政策 如减贫和提高最低工资表示满意 新总统上任后将面临如何处理 国有能源公司的主导地位和债务问题 以及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等重大经济和外交挑战 外交官报道 乌兹别克斯坦正在与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 就融资建设特梅兹马扎里·沙里夫 喀布尔白沙瓦尔铁路进行谈判 这条铁路将通过阿富汗连接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 尽管塔利班政府承诺保障路线安全 但投资问题仍是主要障碍 乌兹别克斯坦希望通过这条铁路 加强中亚和南亚之间的联系 提升其地缘政治地位 与此同时 伊朗和土库曼斯坦也在积极与塔利班合作 争夺阿富汗的运输和物流市场 乌兹别克斯坦需要通过改善关税政策 简化海关程序和提升运输服务质量等措施 来保持和提升其在南方运输路线上的竞争优势 布鲁金斯学会 到2024年春天 中国已经接受了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现实 根据538的民调数据 到2024年5月22日 特朗普在全国总统选举民调中 以41.1%对40.2%小幅领先现任总统拜登 尽管特朗普在刑事审判中被判有罪 但这似乎并未显著影响选民的支持率 尽管选举结果难以预测 但特朗普获胜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因此北京必须为可能在多个方面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 以及高度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做好准备 中国究竟更倾向于特朗普还是拜登 中国专家公开表示 无论谁获胜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毒药 拜登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稳定性 但他的竞争策略在经济和外交上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影响 相比之下 特朗普对美国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态度 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害 从长远来看符合北京的战略利益 但在短期内 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和最大压力策略 会使中国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因此对于中国官员和精英来说 想象再经历一次特朗普任期是令人难以置信和情感上创伤的 鉴于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的现实 北京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如何应对特朗普及其团队的中国政策 中国认为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 美国对华贸易和经济关系可能会更加强硬 导致两国经济进一步脱钩 特朗普曾在竞选中提出 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 并对所有原产地的商品征收10%的普遍关税 如果它的第一个任期作为先例 这些关税威胁将不仅仅是空话 中国商务部称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贸易战 是全球经济史上最大的贸易战 尽管中国无法对等报复美国 但北京人会奋起反击 以应对内部压力和外部形象 中国还准备利用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 认为这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信誉及其盟友关系 从而有利于中国的战略目标 中国还关注特朗普可能对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认为这可能导致欧洲对北约和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下降 并促使欧洲寻求战略自主 在亚洲 中国认为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的承诺 减少可能会迫使日本和韩国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尚未确定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如何影响台湾问题 但预计会有更多的动荡 俄罗斯也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尽管改善美俄关系在政治上难以实现 但这一可能性始终是北京的噩梦 中国还担心特朗普团队将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区分开来的倾向 可能会导致政治对话和合作的中断 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 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建立更多的对话和合作机制 以应对未来四年的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 中国在面对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时感到无力 只能尽力稳定双边关系 追求共存 同时准备应对从贸易到台湾 从政治关系到外交关系的各种冲击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